今天我跟你说啊 咱家的家风就是诚实 不管办啥事 应该有一说一有二说二 你知道不 你说不明白了 向盛芳 盛芳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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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个帮我扶一下车子 然后呢 我给你看一下古董 你有古董啊 妈妈妈 我听见顺芳和我小姨父回来了 你这么的 我试着他 保证一试一个准 我现在就把他拿仓库去啊 那你这孩子是啥事啊 也是啦 你听我说 哎 那他要不碰这玩意儿呢 他肯定碰到后期了 眼神 慢点 这身板 小姨父 快来快来快来 来来来快点快点 我看看 逃啥好玩意儿 古董 哎呀快看看 先说好 慢点 这古董是我的 你的你的 你的我啥时候要过你的东西啊 我拿出来看看 有外人没有 没有 就他俩 他俩没事 他俩是蛤蟆跳井 什么意思 不懂 不是 俩人呢 不懂不懂 快点快点 拿出来 或 三国时期的 三国的 你咋知道是三国那时候的呢 胃 无 我就差数了 胃数无 这不三国的吗 哎呦我的妈呀 小姨父 以我看这两个碗 一个老魏的 一个老吴的 成大笔饭用的 没几年 你根本就不懂 还我不懂 假的 哎呦我天呐 妈呀 这个好 西汉的 西汉 你咋知道西汉的呢 你听清楚 不是成西汉的 是西汉的 你咋知道 是那个年代的呢 西汉 妈呀 还有落魂呢 小姨父啊 你是真懂 还是假懂啊 啊 现在的历史学家 管那个年代 叫西汉 那时候人家不知道 叫西汉 你找谁鉴定的呀 我们楼下老王头 多少钱呢 三百 妈呀 你快要回来去吧 你不是 蛤蟆醒了 哎 妈 啊 你说咱那件事 跟他们说吗 哎呀都是一家人 我还准备算健保栏目呢 你可见 关键是人家那马上 太西汉了 咱那不行啊 完全就不一样 咱那个元代的 啥元代的 啊 那个是我妈 他有一个元代的青花瓷 你是不是都要放哪了 啊 对 我想起来是有那么个玩的 元代的青花瓷 忘了放哪了 哎呀 我想起来了 他就放在我妈那个卧室 那个小仓库里了 对对对 他好气啊 我妈说了 那是我们家的传家宝 无价的 你俩干啥去啊 对无价之宝 对 你家的传家宝 要传也得传给你女儿啊 对 我们这外星人肯定没份 我们也不惦记啊 好 那好 走走走 咱俩俩做饭去 对啊 别动啊 元代 我不懂 青花瓷 我也不懂 我懂 我也不要 你不要我要 我 你给我装 看你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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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干啥你 我去 你去 来吧你 我先来吧 你让我来 来来来 你抱着我 你抱着我呢 我过不着 你先往地上 我 我 哎呀 沙发怎么翻了呢 蛮坏的 小姨子 刚才在那个小仓库 你看不看着 看见什么 对 看见了 这这么长一条 活灵活现 你俩看着啥了 猫 老鼠 猫 老鼠 猫和老鼠 哈木与杰瑞 哎呀 我说你们这两个人啊 啊 我那屋哪来的老鼠啊 我放了半年老鼠药 它也没人碰啊 哎呀 对了 是咱把这箱子搬出来了呢 哎呀 我的元清花啊 怎么就打了 你俩谁打的 谁 妈 对不起 这个瓶子是 叫姨父打的 全天饭 干什么 你变了 我谁 你大变 我没想到啊 你说谁呢 大 是我吗 啊 我站得好好的 你蹭下穿我脖子上 你拿下来的 天地良心呢 你拿我顾不着根本就 你顾不着 你你上去拿的时候 你我我根本就慢点刹手 慢点刹手 小辣别说了 我说实话 哎呀 要说实话呢 大姐 是这样的 我吧 我想到你小仓库里 给你打扫一下卫生 没想到他传进去了 非要看这听话 你说我 我使劲拦了拦不住啊 你才变了呢 你 妈你别信她的 是我要打扫卫生 你先二遍 哎 行了 我跟你说 那是我跟我妈打赌呢 妈你看我说啥这个 我说这玩意要碎了 他俩肯定互相推 谁也不承认 这回你信了吧 这就叫善意的谎言 对不 啊 考验我们俩呢 妈呀 妈你千万别生气啊 你这考验的 你这代价也太大了 这原情花啊 啥原情花啊 我就实话告诉你吧 那是我给餐市场地摊上 花二十块钱买的 我看挺好看的 买回来搁那餐桌上来 结果整打 你说你们俩打了就承认呗 要承认我还高点性 你说你俩这么的 我 我到心难受了 我 妈呀 你吓我这一跳 啥呀 哎呀 俺俩不是怕这玩意太贵重 你这不是 这怕你生气 所以才撒得谎吗 行了行了 老姐 你千万别生气啊 保重身体 这把什么破言情花 我以为是真的呢 我也以为是真的 咱俩待会儿还得修沙发 哎 惠惠 那行了你们玩吧 我回家了 惠惠回来了 等会儿 小姨子 既然他们能考验咱 我出个主意 咱考验考验会会吧 考验 考验考验会会 她是个小孩 你这玩意小孩不懂事 万一弄不好 老姐一生气再弄出个好点来 没事啊 就考验考验嘛 看小孩咋够 小姨父 考验考验行 这回就让我妈输得心服后服 你说啥呀 妹叔 我心思也考验考验孩子 我也想看看孩子是啥表现 你咋也这么说呢 行 那待会儿 这孩子不懂事 他要是没过关 你可别生气 放心吧 我回去我再教育他 好不好 好好好 那我去找他 我把他放开 放慢点 放好 那门在这儿呢 哎 惠惠回来了 快快快 进来 这是放学了 放学了 今天的作业多吗 还行啊 怎么了 有啥事吗 没啥事 但是 我今天 姑娘您也长大了 爸爸有些事 也不得不告诉你了 从今以后 你不要再上学了 我 他 他 也不要再上班了 他也不用再做饭了 明白了吧 咱家发财了 你再发财我也得上学呀 你爱上不上 但是我告诉你 咱家有一个传家宝 真的 原情话 价值连城 在哪里 在礼物 那小仓库里 千万别动 我跟你说千万别动 一砸碎了 传家宝就没了 明白了吧 哎呀爸你放心 你不让我动东西 我肯定不动 我在这儿写作业 我不动不动 这孩子没事 挺好的 你看你们这么盯着我 我也写不下去呀 我上去词写 啊 原代代 青花词 完了 这孩子上钩咯 那万一他要打不碎呢 不可能 我有机关 你俩刚才是不是就中招了 不是 要是人家会会压根就没动呢 她是我女儿 我能不了解她吗 她的好奇心比我大 362个 她要不碰 我管你叫小姨父 我还是你小姨父 小姨父 孩子 来 先放这儿 我看看 这这这 这这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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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吸碎 哈哈哈哈哈哈 孩子 你是不是发现大老鼠了 不是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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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贵贵 你是不是发现一只猫 不是 你是不是风太大了 不是 是不是帮大姨 打上小肠裤去了 当然不是 是我把青蛙死 打碎了 不行 我还得问一遍 我问你 这青蛙子 传家宝啊 是你打碎的吗 是 不是 是你打碎的吗 真是 不是 这是你打碎的吗 是 这是你打碎的 都跟你们说 真是我打碎的 我说 我的好孩子 你呀 真是诚实啊 咱们的川家宝找回来了 他们把东西打碎了 谁都不承认了 孩子 只有你承认 你真是个诚实的好孩子 这青蛙子 对了 怎么办啊 哎呀 哪有青蛙子啊 这是你大姨 在菜市场 那地摊20块钱买的 那考验咱们的 对 你过关了 但是 记住咱家的川家宝 只有两个字 诚实 那我这诚实一下 不要紧 以后啊 你你你 还得继续上班 我呢 还得继续上学 大姨还得继续做饭呢 但是 咱们这川家宝 还在 我明白了 咱们家的川家宝啊 就是诚实 对 也许 我还得继续三千